Deflo 全新裝甲 Deflo 全新裝甲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醫生Uni 看到Akos的全新裝甲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興奮呢 其實這套裝甲之所以會誕生 可是經過了非常多的討論 還有今天的設計喔 今天就讓我來說明一下吧 Fringle為了在Deflo 裡面 打造Akos的全新裝甲 下了非常多的苦心來研究 最后他在防具系统里面发现有一套装甲非常适合艾克斯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 不仅配色跟RICO还有BIA非常的相似 而他的背上则是承接了整个DBLOCK的力量 融合了RICO的技术所幻化而成的翅膀 可以说是艾克斯所有装甲当中最适合电脑世界的一套装甲 而为了设计这套装甲 我们的开发团队经过了非常大大小小的会议以及讨论 包括了洛克人系列的制作人土屋先生和伊田先生 还有卡普空的美术水野先生和我们的开发美术团队 从最初草案的六套设计当中经过热烈的讨论 为了符合Dive装甲的设定 由水野先生亲自操刀选择这个最终版本 并根据土屋先生的建议 既然是在电脑世界中就应该更有未来和数位感 因此团队最后决定将X背后的喷射器更改为更具有数位感 且形状刚好就是一个X的Dive之意 整体保留了艾克斯装甲的帅气 加上散发出蓝色光芒的翅膀 大家喜欢这次的设计吗? 这次的技能部分也添加了许多在Diglog中独有的招式 是艾克斯过往的装甲所没有的 定如集气射击后会产生X力场 还有星星环带的防御回复HP 可以说Dive装甲是为了修复Diglog的错误 所专门打造的强力装备 以上就是这次的非正规情报站 我们下次见 掰掰